這直字體就是記憶體 他問的是二氧化碳生成 所以看起來是在討論有氧呼吸 不會是光合作用的 因為光合作用是耗掉二氧化碳變成糖 這邊是討論二氧化碳的形成 各位我跟你們講一下 我一樣這是一個記憶體 我一樣用剛剛的秒答方式 這是葡萄糖 經過A反應叫糖解作用變丙酮酸 我又把這個 所以各位要對有氧呼吸跟光合作用的過程 要非常的熟悉 好再經過B反應叫做丙酮氧化變成乙烯 其實是乙烯腐煤A 那乙烯這個光能機呢 進入到C選項 C過程就是克式循環 寫個克好了 好那克式循環產生的這些還原性腐煤 跟這兩個 就進入到最後一個步驟叫ABC珠 珠反應就是電子傳遞列 好什麼階段會產生二氧化碳呢 讓我寫給你們看一下 糖解作用產生ATP產生NADH 沒了 這邊呢產生二氧化碳 產生NADH 沒了 這邊呢產生的是二氧化碳 產生NADH FADH2 跟ATP 那這邊呢產生ATP 好啦 二氧化碳在哪裡 勾勾 勾勾 就是丙酮氧化 即克式循環 所以你只能選這兩個 所以答案只有兩個 克式循環跟丙酮氧化 沒有寫 哇他多了一個耶 他還有酒發酵 哎呀忘了寫發酵 丙酮呢可以往這裡走 請酒精發酵 酒精只有兩碳 所以一定會釋放出二氧化碳來的 這邊會釋放出二氧化碳 但如果你走的是乳酸發酵的話 就沒有二氧化碳了 好啦 所以二氧化碳在這裡 所以有三個地方會發生二氧化碳形成 比農酸氧化克式循環 及酒精發酵 好 碳碳作用沒有 碳碳作用是A步驟 A步驟是 只產生ATP跟NADH 沒有二氧化碳 好以上是第十四題 還有沒有問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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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